Hello 我是纪元哥充众 新生代的怪兽千千万 改过的怪兽占一半 远古有钱的时候就浪 该用特效用特效 该炸皮套炸皮套 但是省钱的时候呢 远古是怎么做的呢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改皮套 今天纪元哥就来给大家讲讲 新生代中被远古改过的皮套吧 害怕结盾改成害怕结盾死裂 害怕结盾是出现在奥特曼传奇中的剧场版怪兽 他出现之后被远古怪以最强生物之名 并且在剧场版之后的几年内 他就再也没有出现 而他再次出现的时候呢 是在15年的欧布TV中 这时的害怕结盾已经变成了害怕结盾死裂 成为了他的一个变种 死裂就是把害怕结盾的翅膀砍掉 然后把手臂变成镰刀状 这样一个新的形态就诞生出来了 戴斯法萨改为比特之星 戴斯法萨是出现在戴拿剧场版中的机械魔神 全身上下都有无数的结晶块物质构成 左手是机械臂可以进行远程攻击 而他改成的比特之星则是更强的存在 控制着整个比特星跟其他的怪兽比起来 改的还是很成功的机械造型更加浓郁 加鲁贝洛斯黑暗加鲁贝洛斯 就跟名字一样 这两个皮套的区别呢 就是换了一个颜色而已 从土黄色变成了全身渗蓝色 别看加鲁贝洛斯长得很恐怖 但是战斗力非常一般 而他的黑暗体实力却有很大的进步 在银河中就曾经打败了实体化的布莱克王 雷夫莱特行人改为卢迪安 雷夫莱特行人是出现在孟比优斯中的怪兽 他的优势就是肉搏方面非常的强大 而他改成的皮套卢迪安 在设定上就已经变成了巨型机器人 双手以及盾牌全部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双手的加特林机关枪 在头部设计上从只露出半个脑袋 变成了整个脑袋都出现了 火焰戈尔赞改为格骨戈尔赞 火焰戈尔赞头一次登场军到大关社格鲁贝洞中 而格骨戈尔赞则是出现在艾克斯剧场版 被炎魔兽赛格武召唤出来 跟火焰的红色不同 格骨戈尔赞的全身都变成了蓝色 并且实地上也有了质的飞跃 杰顿摩格杰顿 杰顿这位老朋友就没什么可说的 毕竟每隔几年就会在奥特曼中登场过 而他改成的皮套摩格杰顿则是出现在欧部当中 在设定上摩格杰顿是初代所封印的怪兽 它跟普通杰顿的区别在于 脸部的颜色从黄色变成了红色 胸前的发光器官从黄色变成了蓝色 白姆拉强化白姆拉 白姆拉是奥特曼作品中登场的第一只怪兽 而在欧部中 白姆拉这个经典皮套再度改成了强化版 背部的几次变成了深蓝色 而且头部还长了一对巨角 真被初代轻松解决不同的是 强化白姆拉可是在战斗中一直压制着成光欧部 巨角更只能吸收光线 战斗指数长了好几倍 好了 这就是远古的省钱大法了 你还知道哪些由旧皮套改成的新怪呢 赶紧在评论区中告诉我们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的动漫情绪员 我是巨角更生肉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